我覺得在時尚圈裡面,抄襲就像出軌一樣 Hello,大家好,我是阿翰 歡迎回來我們的頭牌秀場 同時也可以算作是一期填坑的大師系列 你還好意思說Head Ackman的坑 你已經挖了一年太多了 時尚圈的落題子實在是太多了 像Head Ackman這種每天吃齋念佛 偶爾給填茶,穿穿赤色肚兜的男人 就是騷不過,騷不過 還是把熱點讓給年輕人吧 那今天我們為什麼終於來填坑了呢? 因為蠟爹Head Ackman,Daddy終於西洋紅了一把 50歲的Head Ackman牽著70歲的招破的手 蠟爹蠟爹一條心,搞了一場高定秀 而且還鬧出了抄襲醜味 也不是西洋紅,西洋騷 騷斷了腰 我覺得在整個社場的關注點中 抄襲占了很多的元素 這場秀也是因為抄襲才紅的 那給不了解事情始末的小可愛回鍋一下 Head Ackman作為特座設計師 在高定秀期間,在Galding的品牌下面 發佈了自己的高定系列 是不是有點肉? 至於為什麼這樣操作 請優秀的老BBG們 在彈幕裡給新BBG們科普一下 其中開場的黑色西裝和褶皺細節 一經釋出 就立刻遭到師出同門的校友 UG Persons的點名 她不僅指出Head Ackman在本次高定秀場中 這兩個look抄襲她的作品 還貼出照片 指責Head Ackman早在2015年的秋冬秀場中 就曾多次借鑒她的縫線細節和外衣剪裁 在這裡我們也把Head Ackman和UG的作品貼出來了 大家覺得是抄襲的請扣1 如果覺得不是抄襲的請扣0 我覺得這圖片很明顯 鐵鎮如山沒啥好戲的 但是說實話 Head Ackman抄襲 我知道一個消息的時候沒有很意外 或者說Head Ackman抄襲 在她的職業生涯當中是無法避免的 那我們今天就要跟大家好好梳理一下Head Ackman的設計風格 和她這一路走來看她起豬樓 看她驗賓客 看她樓塌了的過程 從眾星統月、資本瘋強到官庭品牌抄襲醜聞、晚節不飽 這個被譽為時裝飾人的傳奇設計師到底驚慮了什麼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踴躍地為我們點贊、轉發、收藏、投幣哦 OK,大家請點關注您的支持手碼 請不打氣的最大動力 我們的小Head Ackman 1971年的時候出生在哥倫比亞的波格大 然後在9個月的時候就被一對來自法國的夫婦領養了 她的養父是一個地圖策會員 所以需要滿世界的跑 小小年紀的Head Ackman就跟著她輾轉各地 在埃塞俄比亞、扎德、奧爾及利亞等充斥著非洲、阿拉伯文化的地方度過了童年 在她的養父忙著丈量大地的時候 到處遊蕩的小Head Ackman就喜歡觀察當地婦女的穿著和服飾 她回憶說 阿拉伯文化當中對於色彩的運用 要麼不用,移用就非常大膽濃烈 因為宗相信仰的原因,那裡的女性平日出門大多都是要裹著面紗的 她們只能在室內環境,就是在有女性和小孩的面前摘掉面紗 當時作為一個小屁孩的Head Ackman 就有機會看到在外面戴著土灰色面紗的姨們 到了內廳脫下面紗長袍露出穿在裡面的炫爛蠟色禮服 看著我們小孩的目瞪狗彈 整日慶寧在色彩爆炸的世界裡 讓Head Ackman對於色彩的敏銳感覺得到了訓練 對撞強烈卻和諧的配色一直延續到她之後的作品系列裡面 成為了品牌最重要的標識之一 以至於當網友們打假蔡徐坤穿的藍色絲絨夾克不適正品Head Ackman的時候 放出的證據就是正品Head Ackman的藍絲絨會有紫色偏光 而我坤沒有 Head Ackman的藍絲絨會有紫色彩的藍絲絨會有紫色 什麼習性能把片鍋洗掉,給我推薦一下 聰明的小凱聽到這裡應該明白了 此時才區區12歲的Head 已經手握她之後橫行時尚圈所需要的兩板斧 衣式面料,20色彩 一般性不都是有三板斧嗎 那第三板斧在哪裡呢 就在先鋒先鋒最先鋒的比利時 就是一個讓我聽到耳朵已經起勞解的地方 安特衛普皇家藝術學院 在這所培育出了安特衛普六君子 Madama Jella等大師的時裝聖地 Head零距離接觸到了解析主義時裝的濃厚氛圍 她也由此提起了自己的第三板斧 那就是剪裁 Karting 精妙的剪裁,猶如點睛之筆 將Head Ackman多年的審美積累就串聯起來了 在她設計的衣服上主要表現為伶俐不對稱的剪裁 各種齊齊的束腰以及看似隨意 像她的作品在西方傳統時裝的俐落版型和精美奇花中 揉砸了很多天然去雕飾的東方血液 她的模特可以立於大漠殺菸之中仗劍走天涯 也可以在威廉古堡裡面搖晃著紅酒杯 用我們時下特別流行的話就是老顯感、松弛感、破血感 Head Ackman要是堅持到現在品牌應該回春了 而因為這種鳳毛麟角的神秘在西方設計師當中不太常見 於是當Head Ackman推出自己的同名品牌的時候 沒見過世面的時尚圈,瘋了 各路明星紛紛上升Head Ackman 就是為了彰顯自己與眾不同的小眾好品味 其中最出圈的就要數在2014年引爆潮流圈的 紅絲絨 Bomber Jacket 帶同領銜的就有我們的潮流上帝夜、Azap Rocky、2PM的李俊浩等等 延伸而出的藍絲絨、綠絲絨、黃絲絨、煙花夾克 也一併像春天猴一樣上天了 一度出現了一衣難求的盛況 以至於很多潮男潮女們直到現在一提到Head Ackman 都會覺得她是高階永遠的神 潮流區也太多神了吧,做不住把握她吧 做不下 但是Head Ackman並沒有救坡下驢 就是抓住潮車市場又努力地發展自己的品牌 因為從我們的上文剖析中就可以看到 Head Ackman 它品牌的主要核心還是高級時裝 而不是將語序下放的街頭時尚 縱使夜的信徒流量有多麼的誘人 我們可以看到站在Head Ackman身邊的Muse 永遠只有冷峻優雅的Tilda Swinton 和柔美優豫的Timothy Shaliman 而且這兩位一站就是十幾年 在本次Shambord Gaultier的秀場當中 雖然有比這兩位流量更大 話題度更高的 Dosia Kai和Kylie Jenner到場 但是和Shambord Gaultier老爺子 一起穩穩坐在核心小圈子座位的 還是只有Tilda和甜茶 Dosia Kai和Kylie Jenner坐的八丈遠 坐在網紅區 坐在網紅區 這樣一對比上一期的Skibrelli 一格有點虛 由此也足以見得在Head Ackman心裡 是有特定的審美形象的 並不會因為順應潮流和流量而發生改變 從對於Tilda和甜茶的喜愛 我們可以看出Head Ackman的審美 是喜歡那種雌雄同啟 暧昧不清搖擺不定的那種感覺 他在秀中也經常安排男女模特 穿著相近的妝術一起走秀 那種游離的微妙氣質 不管是在Han肖的夜 還是木嫩的Kylie Jenner 或者是張揚的Dosia Kai的身上都找不到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偶而一次爆火的男妝系列 在Head Ackman看來 只是設計場所當中的exercise 練手 就像她之後為Filla,Benz,Shambord Gaultier 做的聯名一樣 她認為做聯名是為了通過和別人的合作 拓寬眼界 從而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喜好 最終都要回歸到她自己的主線 所以男妝的成功注定只是曇花一現 無法在長期上給Head Ackman 這整個品牌輸送血液 那除了流量 在Head的職業生涯當中 也曾經有很多高奢大牌 向她拋出過橄欖枝 老婆也就曾經說過 Head可以成為她的接班人 她原話這麼說的 她說 因為我與Sanel有著終身的合約 所以我可以決定品牌後續的工作交接給誰 現在看來我的最佳選擇應該是Head Ackman 哇靠 那現任的 我敵你 終究是錯婦女啊 Sanel隔壁的Dior 在海盜月被爆出種族歧視醜聞之後 Head Ackman也因為之前在海盜月手下工作過的經歷 也被列為了熱門接班人人選 大部分的時尚打工人這時候已經被資本所拋來的橄欖枝砸暈了 那Head Ackman不一樣 他就拍了拍襯衫 浮浮眼鏡說 施主藝術家不談錢 談圓 工資有沒有一萬八千元 最後他是牽手了比較冷門 體量也比SanelDior小很多的伯禄體 其實我個人覺得 如果Head他接受了Sanel 會是Dior當中的任何一個品牌 其實適配度會很高 而且他個人協同品牌會走得更遠 但是在資本眼中他應該不行吧 他無法做出爆款 設計可能會比現在更好一些 畢竟誰設計可能都比現在更好 那我們就來討論設計嘛 如果Head他去香奈兒的話 他的靈力剪裁 誰是可以打破一下香奈兒 臃腫胎卵的粗花泥老三樣的 讓他們變得不再那麼中規中矩 如果Head去Dior 那他自己本身游離世界的見識和經歷 其實和Dior現在在做的全球旅行是同步調的 而且Head對於抑鬱風情的詮釋 可能會比現在的Tim Jones的聖班硬套要來得更加的有人們關懷 但是很可惜 就人生沒有儒果 不知道是不是Head Akkman本身的風格和Blu-T 就是自己品牌所自帶的風格比較接近 他們倆一加一的效果感覺是小於二的 兩者加在一起所呈現的效果更加的克制和內捏 秀場質量傷成 但是卻很少能看到火花四劍的靈光一線 短短三季之後兩人就分手了 對於名利場的疏離和對於傳統的時尚語序的設計堅持 讓Head Akkman在時尚圈的路逐漸走窄了 於2020年關停了自己的時裝屋 但他的嘴比死了三天的鴨子都贏了 他說 I never dreamed of doing fashion I dreamed of doing haute couture 我真正的夢想是做高級定制 那現在就讓我們拿著剛剛學習到的熱呼的知識 來看這場就是Head Akkman的Jean Paul Gaultier的秀場 其實一切都在情理之中很好理解了 本次的秀場設置靜密典雅 背景音樂裡面傳來一些 就是Head Akkman秀場標誌性的 上不了台面的喘息聲 塑造了一個巨龍私密的沙龍空間 因為Head本人認為 Esclusivity is a good thing Esclusivity creates desire and it makes your dream Nowadays everything is reachable so we kill all the desire in the world 他認為排他或者說小眾是一件好事情 因為他能創造慾望和美夢 現在萬事皆可獲取 我們正在扼殺這個世界上的想像力 好,他整個就是利潮流而為 對的 不管是從設計還是從商業上來說 都是跟大潮流背道而馳 所以死的也很差 能在政治正確氛圍如此濃厚的西方說出這樣的話 簡直就是勇氣可嘉 這點我本人還蠻佩服的 就是從某些方面來說 他說的也沒有錯 以前人看書看文字看畫 就靠想像構築畫面 現在的人看視頻一個爛梗 就是被重複拍了100次 將每一種可能性擺在你們面前 人類的想像力因此而磨滅和惡煞 因此本次的秀場 Hide Ackerman意圖將高定 帶回到高定最初的樣子 沒有噱頭造勢 只有精美的衣物 沒有囊括各種膚色 各種性別 各種體型的模特 只有慢悠悠的定點轉身和閒停性步 讓來賓可以看清衣服上的每一處細節 在設計方面 本次的秀場 其實更像是Hide Ackerman自己的一個個人秀 而閒少能看到Shampo Gaultier品牌的經典元素 如果硬要扯上聯繫的話 可能是如花瓣般柔軟的湖藍色胸衣 就這一套 可以算作是對Shampo Gaultier 追行胸衣的再創作 其他就沒什麼了 整場秀以至今時尚時尚的垂坠女王Madame Claire 以及Shampo Gaultier手工坊為出發點 推出了36套購買性很高的好衣服 通過上文的梳理 我們可以很輕鬆地將設想中的每一套look 和Hide Ackerman本人的設計風格一一對應 因為Hide的設計風格當中的男裝女穿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look1247 16 20 21 當中的這種淋漓的西裝 因為Hide設計風格當中的含蓄神魅 我們可以看到在look10 12 20當中 是將亮色藏於內裡 look19的精美刺繡 是要翻開衣領才得以展現 look36的羽毛紋理 是要藏在素色的斗篷之下的 因為Hide設計風格當中的絕對色感 我們可以看到look5 6當中 比例得當的撞色設計 以及look7 12 13 22 23 28 29當中 高純度但不晃眼的精準調色 因為Hide的設計風格當中 對於傳統高級時裝的堅持 看到look26當中 就算他只是做一套Tracksuit 運動兩件套 也要在上面相賣,影色流蘇 我感覺公衣還蠻厲害的 都炸開了 對,但是它是一套運動衣 而你也不能坐下 就讓你不停地再翻根 對 說再簡單一點 我們可以把Hide理解為 就是設計圈的三毛 他的時裝有點像散文 洋洋灑灑的文字 都是表達一種情緒 表達一種意境 而不是一個具體的故事 他本人自己就說過 You don't have to know everything in life 全知並不是一種幸福 在博物館的時候 我並不想知道這個畫背後的所有細節 就像欣賞進化的美麗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保持自己的觀點 Agree to Disagree 這個在現代社會可是太難了 現代人不光要女站隊 還要跟她站同一隊 對,就不能允許也跟她不一樣的 對 如果要說在本次秀場當中 Hide明確站隊的一個立場 那可能就是她在秀場音樂當中 用了一首非常動人的歌曲 叫Baloe 這首歌是發布於去年的10月份 是為了紀念在9月發生的一件暴行而創作的 在9月份年僅22歲的Masa Amini 也因為沒有按照要求佩戴頭巾 而被伊朗的道德警察謀殺 那這個事情在伊朗全國和全球 都觸發了重物 以及女性權益的遊行 那發布這首歌的歌手 就截止到今天 也因為這首歌被抓走了 我們看到在宣場當中 悠扬的歌聲配合著Look17中的 Liberty字樣 模特顯得悲壯而憂傷 那有意思的是 你其實也可以把這個Liberty字樣 理解為對於商後國鐵老爺子 著名相處為廣告詞的致敬 如果你足夠細心的話 你會發現當Look17下場的時候 這首Falloy的歌也迅速的隱去 沒有打擾到之後的服裝展示 他的Ackman把自己的人文關懷 是藏得非常的深沉 而且克制的 並沒有把整場高定秀場 變成一場宣傳標語 也沒有讓所有的模特戴上頭巾 讓場面更加的聳人聽聞 如果模特全部戴上頭巾的話 肯定是頭巾了 爆了 對 但是他只是暗粗粗地表明了一下自己的立場 畢竟不是 那Hada給我的感覺 就很像一個老派的 有分寸的學院派 就好話不說第二遍 點到為止 你和他說話要讀他字裡行間裡面的意思 這個其實也是咱們東方人 特有的一種交流的方式 而現在大潮流的表達方式 其實是喜新欲色 是手無足道 Hada在秀場這一趴的處理手法 是我個人比較喜歡的一種表達方式 所以還是要拎出來特別夸一下 OK,那夸完了,現在要罵了 什麼? 在我五分美嗎? 我們頻道的口號是什麼? 該夸夸該罵罵 回到文章開頭的那個觀點 Hada Akerman抄襲 幾乎在他的職業生涯當中是無法避免的 這個論調的答案 其實已經在前面當中給他揭曉了 正是因為他的設計語序 像是在寫散文 他沒有具體的主題 可以圍繞著來展開秀場 從而在無形當中是增加了設計師 找到設計意向和找到設計元素的難度的 所以我們就經常會說 極簡設計才是最難做的 那在Hada Akerman十幾年漫長的職業生涯當中 就會比那些講故事的設計師更容易解決 拿來別人現成的元素 加到自己的設計裡面 我覺得在時尚圈裡面抄襲就像出軌一樣 就是我不會支持 但聽到我看到我也不會太驚訝 因為我覺得抄襲和出軌都是屬於人性中的東西 現在是政治不正確的話 但是我想說的是 這是符合人性的 出軌是人想把自己的DNA在擴散 抄襲是因為人類生下來要進步 他就得模仿 我們通過模仿動物 然後獲得進步 以上是另外一個囉囉說的話 存在於一個平行空間 不是我說的 剛才被鬼上身了 就史上也是通過抄襲才得到進化 更新換代 我不和鬼上身的囉囉說話 在Hada Akerman和張霍高鐵業後面的對話中 Hada Akerman自己就說 被抄襲是一個設計師能得到的最大褒獎 然後張霍高鐵業說對 因為我覺得張霍高鐵業也被時尚圈抄爛了 抄到無語了 抄到微笑 但是他們知道訪台是在設場發布之前錄的 就不知道現在張霍高鐵業還微笑的出來嗎 張霍高鐵業日朝微笑 我感覺這些時尚圈的老人 其實對抄襲已經見怪不怪了 時尚圈比Hada Akerman就是抄襲抄得兇的人大有人在 只不過他的標籤就是藝術家 不是潮流大神 所以一張白紙上的汙點會比較顯眼 比較刺眼 都是一張黑紙 你給我看不見 又給我這張黑紙會覺得加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反而飄起來 墨香 飄起來驚鮮的芬芳 其實對於抄襲這件事情 就像露露說的就好像出軌 你只能道德譴責 你無法立案審判 這個事情目前在史上就有古解 但是我覺得這整個事件 讓我覺得很可惜的一點是在於 就對於Hada Akerman來說 其實他能踏上秀場的機會是越來越少的 而霍高鐵業給了他這個舞台 而且是一個高級定制的舞台 所以不管是出於什麼樣的原因 是因為沒有茶蟲 還是因為絞盡心理 還是因為怎麼樣 我覺得就在別人家 丟別人的臉 是很不妥當的那種做法 而且就是Hada Akerman 她作為一個已經成名成家的設計師來說 這樣做其實很沒有必要 她也不想 但是就是發生了 對,很多事就是設計師也不想 就發生了就發生了 而且就是發生了 是一個抄襲事件 其實她就無論怎麼樣 錯都在她 就這個是沒有辦法洗的 是的 在我看來 Hada她其實是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步調來沉澱來做設計 她的這種實用的 眷勇的 低調的風格 其實可以看到在時尚圈震大回來 比如說最近有消息 說Phoebe Fellow在9月份確定會發佈自己的個人品牌 那Balasiaga的設計師Darna 也有寫小作文寫信 說自己會摒棄營銷回歸設計 屬於是洗心隔面重新做人了 那我們之前給大家分享的BB的Blazin 她也在這個品牌埋頭專研工藝 所以各個品牌都是在釋放出這種信息 像Hada Ackerman這種工藝在線 審美在線的品牌 其實等這個大浪潮來的時候 是不怕沒有一席之地的 但是我感覺就品牌關早了 都是命 看完這場鞋我覺得衣服是好衣服 你知道面料剪裁都是好東西 但是呢就相比於之前我們說的Skype Riley 就是她沒有噱頭 甚至比上一場的Olivan Hustan那一場 都沒那麼丟削的 Olivan Hustan還對著全巴黎直播 在陽台上招手什麼的 現在就是久好也怕巷子生吧 Olivan Hustan把門打開了 她就把門關上了 商鋒過天這個高定時裝 我就不停地開門關門 就希望商鋒過天 下次要不請小馬哥來一下 就鬧他一下 是 當然也歡迎大家在彈幕和熊鑽裡面 就是積極地和我們分享一下你們的想法 我覺得就是以Hustan Ackerman這樣的操作方式 還有這個妙性 我就覺得可能之後就剩下的機會會比較少 對,所以且看且珍惜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所有內容 請大家喜歡 如果你覺得本次的秀場解析對你有所幫助的話 就請不要吝嗇被我們點贊、轉發、收藏、投逼哦 OK的話請點個關注 那我們下次投牌秀場再見啦,拜拜 再次見